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月过去之后 眼下的苹果价格再度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 甘肃里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也是苹果的主产地之一 全县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都是种植苹果 这个县有一半人口也都在从事与苹果相关的产业 今秋十月是苹果丰收的季节 但眼下苹果的价格却让里县的果农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们来看看记者在产地一县进行的调查 2019年10月上旬 记者来到甘肃省里县 刚下高速就可以看到 一辆辆满载苹果的三轮车 大货车在路上飞驰 售卖苹果和讨价还价的小贩站满了公路两边 一家国之厂的门外 运送苹果的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队 年延近一公里 每一辆车上都装得满满当当 沿着马路行走 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苹果 一些果子由于存放时间过久 已经开始腐烂 魏亚龙家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种苹果 是里县雅河村最早种植苹果的农户之一 靠着十多亩苹果园 魏亚龙一家住进了新房子 还买了汽车 然而今年苹果价格突然一落千丈 这给魏亚龙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最近几年来都没有相关一块 没有相关一块 它就是全部大量地买掉 剩余的人家减下来的 有些外地客商也最低是六毛 或者是八毛左右的就卖掉了 今年的话下去没人要 拉下去没人要 基本上 料的也是很低 价钱就是三四毛钱 魏亚龙说 2017年 每斤苹果能卖到三四元 2018年 受双冻减产影响 美金甚至能卖到五元钱 然而 今年美金苹果最低的时候 只能卖到三四毛钱 价格一下子跌去了八成 如果卖到果汁厂 价格更是低到一毛钱一斤 种了这么多年苹果 魏亚龙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么低的价格 这让它难以接受 现在 在魏亚龙家里 像拳头一样大的苹果 依然堆了很多 在魏亚龙看来 今年是多年不育的 苹果丰收年 它家十四亩地 主要种植的是花牛苹果 目前已经收获了八亩地 以往这八亩地 能产两三万斤苹果 今年产了五万多斤 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但苹果丰收了 当初的价钱却没有了 不仅如此 往年踏破门槛的外地客商 今年也不来收苹果了 魏亚龙家前几天 采摘下来的苹果 已经放在果园里三四天 却依然没人来收 今年一个都没有来 往年它是外地客商来 我们果园里面 他们自己收货 然后他们抓好了 我们只要给他们拉走就行了 今年我们现在要 把这个货源拉到正下去 赚 赚人看有没有收到 这家有没有收到 那家有没有收到 然后我们要 自我们主动地找人家客商 去给人家买 眼看着花牛苹果的价格 从最开始的两块钱 跌到一块多 再到现在的三四毛钱 魏亚龙心里很着急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不算人工的话 每斤苹果卖五毛钱 刚好能保本 如果存冷库 一斤的成本又要再加两毛 之后如果卖不出去 亏的会更多 眼看着果子越来越多 魏亚龙现在是左右为难 无奈之下 他开始尝试网上销售 做电商这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 正正在尝试 我们下的微信朋友圈 还有这个其他的电商平台 我们都在做 但是尿是非常少的 说话间突然下起雨来 魏亚龙匆匆往回走 把包装好的苹果装上车 出发赶往镇上 魏亚龙告诉记者 如果不赶快去 快递点就要下班了 今天一整天的忙活就都泡汤了 最近几天 魏亚龙一直在发朋友圈卖苹果 并且联系各种朋友 帮忙推销自家的苹果 现在每天平均能发五六箱苹果到外地 一箱苹果大概十斤 一天卖六箱就是六十斤 魏亚龙家今年的苹果产量 大概在七八万斤 按照这样的速度 需要卖四年 这位村民叫杨武哥 是里县严关镇新河村的村民 他家种的苹果品种是洪福市 今年也丰收了 因为一直没有经销商来收 只好自己上门主动联系 康永良是良缘果业的负责人 他最近每天都要接待像杨武哥这样 不请自来的果农 2014年良缘果业成立 主要是以合作社的形式 帮助周边村民打通苹果销路 随着与互联网的不断融合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 初具规模的电商平台 每年销售额达到四千万元 杨武哥家的果园只有一亩多地 但今年他家的果树 却产了三四千斤苹果 相比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三十 往年这时候都会由收购商来收购 但今年的情况却一反常态 一直没有收购商来收苹果 杨武哥原本想拉到市场上去卖 但去了几次不是没人要 就是给出的价钱太低 经过反复商量 两元果业以美金两元钱的价格收购 但是只能先奢账 后期卖完苹果再付钱 给你可以找水购发票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发票制 然后钱块不付现金 然后打针就在这个一号卡里面 康永良说一开始收苹果时 自己还是直接用现金支付给农户 但果子越收越多 自己已经支付了三百万元 还额外欠了银行四百万 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现金 来支付给果农 只能不收或者以赦账的形式 来勉强收购 今年除了李县本地农户主动联系 很多别的县市的经销商 也纷纷打来电话 请求康永良他们帮忙去收苹果 康永良摸不开面子 就让儿子康维奇去收 可是越收心里越没底 收购量就比往年确实要大得多 去年像我们收才收过两百多万斤 三百万斤 今年收本来是打算收个六七百万斤的 今年一看这情况 今年要收过一千万斤的 今年要总共 康维奇说 自己收的苹果越来越多 只能是靠降低价格总量 因此总体销量还是可以 但是以往美金苹果 自己可以赚到五毛钱的净利润 现在美金只有三毛钱的利润 而且眼看着苹果价格还在不断下降 自己也有点不敢收了 价格反正一路一路是掉 它没有涨 最大的压力就是库存太大了 导致自己现金流也是个问题 还有销路也是个问题 在当地 农民种植的苹果 主要有花牛和红富士两个品种 两者成熟期大概差半个月 目前花牛苹果已经大量上市 而农民只能卖到美金三毛钱 到六毛钱左右 富士苹果的成熟期也快到了 目前的收购价格是两元钱 但等到大量上市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谁也说不准 你像现在今年这种情况就是 由于外地客商少 没客商收 本地钱收太害怕 你想连我们自己也确实心虚 小小的一个苹果 价格翻转的速度 是果农们难以预料的 上半年还做着发财的梦 秋天一到 迎来的却是惨淡的行情 外地客商在持币观望 当地企业降低价格展开收购 一个丰收年 里线的苹果 为何就是卖不上价钱呢 果农们手上的苹果 究竟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他叫康伯学 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 2013年返乡 看到苹果行情还不错 便放弃打工 和父亲一起再加重苹果 当时 里线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鼓励农户种植苹果 摆脱贫困 走上致富的道路 经过几番思量 康伯学决定 多承包些土地 添一口气从银行贷款35万 苹果园从30多亩 一下子增加到了50亩 苹果树从栽苗到挂果 少说也要5到8年 种下去的苹果树 今年终于进入了封果期 没想到 致富的梦却碎了 前几年就一个也没有 只能全部投资 今年就全部挂过了 还没有价格 价格有限 我银行总共贷了35万 35万全部投地理了 花纽苹果买完了 总共买了2万多块钱 富士下来也就可能就买到 10万过一点 花纽各富士总共能卖 12到13万 就差不多赔20万 苹果树没有成为康伯学的 摇钱树 却成了伤心树 虽然美金只有五六毛钱 康伯学不想卖也要卖 不然亏的就更多 为了能减少损失 一大早 康伯学就和妻子来到果园干活 康伯学种了花牛 富士两个品种 花牛先成熟 但价格卖得很不好 他希望即将成熟的红富士 能卖上一个稍微好点的价格 花牛苹果没卖价格 富士现在也特别担心了 我的想法就是 有人要它就赶紧卖了 前天高上来一个 高上来一个都给了两块钱 两块钱一斤还不能结束 一斤的成本就到两块五以上了 可是也没办法 只能卖 从苹果育苗 修枝 蔬花蔬果 到施肥打药 再到采摘 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投入 而富士苹果的栽培过程 还需要套袋取代 如果雇人一个人一天的工钱 就要将近两百元 相当于干一天 就要给工人一百金苹果 为了节省成本 今年兼二十亩的果园里 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忙活 康博学告诉记者 当年和他一样贷款承包土地 种苹果的不在少数 就打比方 就我隔壁上这 他以前也是家里就是金木地 也种金木苹果 现在现在包了承包了有三十亩 他跟我都是头一年承包的苹果 有好多人开果树 这几年行情还差不多 还行 都说呀 就种点果树 比庄稼稍微好一点 撒舍木和康博学一样 也在三江口村贷款十几万元 承包了五十亩地 将原本种小麦 玉米的土地 全部改种成了苹果树 当时这边果子 我们这边果子确实买得好 看起来人家都种得挺好的 一三年承包了这边的五十多亩子 种了一些苹果树 七年的精心照料 第一年迎来丰收 三万斤苹果却让撒舍木 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中秋节前后 原本是当地苹果集中收购的时间 全国各地的客商 都会来抢购 选购苹果 而今年 康博学 撒舍木 和其他果农一样 几乎见不到外地客商 就是客人太少了 你像去年八月十五之前 就从上边这儿到下边 要去三十多公里 全部是客人 收苹果的老板 过来就全部收走了 今年就没几个 正常人家的话 就像前面那个郑子上 收苹果的时候 你根本趁着走不了 全部是浇苹果的人 都是那果楼 苹果拉到那个沙发了 根本你浆通都堵塞 你浇气都没办法 今年今年就跟没事似的 就跟好像就根本那个 不是那个苹果成熟的鸡鞋一样 为了能补贴家用 撒舍木准备给苹果树 上好肥后就外出打工 记者在李县田间地头走访 满眼都是苹果树 2010年9月 李县政府制定了 加快土地流转 扶持发展特色农业茶叶办法 对连片流转土地 500亩以上种植苹果的经营实体 每亩奖励200元 连续扶持三年 目前全县累计发放土地流转 奖补资金1984.44万元 完成土地流转形式 创建标准果园49处 34,570亩 三江口村的村书记 马志远告诉我们 在政策引导下 镇里五六个村子 和三江口村一样 以前不种苹果 或者种的面积小 后来都纷纷开始种起了苹果树 很多村子的果树 还是2016年 2017年刚种下的 估计会在四五年后迎来丰收 虚实原来不种苹果 苹果这个前景 在前几年看比较好一点 也是一个致富的道路 我们就根据政府的这个搭台 以后就是种了苹果树 全村有八百多亩了 种苹果 在我们全村的这个面积的三分之一 里县农业农村局为我们提供了 今年苹果产量的调查报告 苹果是里县的支出产业 2010年 种植面积为46.5万亩 此后 种植面积以每年1万亩左右的发展规模递增 2018年 种植面积达到60万亩 加上种植技术不断提高 苹果产量逐年增加 2018年 里县苹果实际销售总量达27.47万吨 2019年 预计全线苹果产量将超过34.6万吨 增长超过了25% 不仅是在里县 全国苹果产量增长也十分迅速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07年 我国苹果产量仅为2734万多吨 2017年 已经达到4139万多吨 而国内苹果每年需求量 大约在3100万吨左右 供求关系的转变 直接影响了市场价格 整个一个市场来说 供大于求 老板还是固定那么多 只不过是消化不了 又要掉价又要没人收 价格掉几毛钱了 客商又增加 现在出了个怪圈子 反而便宜了 也没人要了 目前在里县 花牛苹果的采收期 已经是中后期 这些客商大部分 是来收购富士苹果 而富士苹果 今年的销售情况 似乎也并不乐观 今年全国富士产量 给去年大概要多35% 不止 整体全国今年的富士 你看着 一个大趋势还是会掉价 还绝对会掉价 像往年我一车发回去 我一个半挂 6万斤发回去 大概就是两天时间 现在一个半挂的话 大概就要卖给 差不多五六天 客商们谨慎观望 果农们希望 能尽快卖掉苹果 李宪当地政府 也开始积极拓宽渠道 还是包住楼户来继续销 联系外面的客商 来线线销售 网上来销售 还有一些就是说 出口的两三个企业 楼头企业 让他们继续出口 包住楼民销售 即使今年价格 或者楼民的损失 就说楼民的销售 不如去年 不如前年 但是我们明年 还是一如恢复之往的 把苹果产业炸下去 苹果产业的 我们的产业链条 是形成的 从我们育苗 栽质 果业管理 到采责 到储存 到加工 到销售 销售 先上 先下销售 这个产业链条 是完整的 农业保险也上上了 所以这个苹果产业 我们是一定会做下去的 张春辉是李县本地人 果农们的难题 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他告诉我们 苹果产业 是当地农村的支柱产业 目前正在日渐成熟 也让很多村民 摆脱了世代贫困 现在虽然在市场上 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苹果产业 还要继续做下去 当地政府正在转变思路 寻求高端果品的市场 眼前这一千亩果园 是当地一款高端果品 红舌果的实验田 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是 现在是我们的 我们的苹果 是进了个高端市场 高端市场 这个消费水平 都比较高一点 前两天 我给这个市场发的 我的日公斤 达到了20块钱 咱们要是进超市的时候 咱们可能就是 日公斤 可能就是15 20 甚至达到30 40这样的 现在的产业经营 不单纯是一个勤奋 重地努力生产的问题 生产 销售 售后服务 信息反馈后的 生产再研发等等 都是产业发展 不可忽视的环节 里线的苹果价格 就正在演绎 这样的无奈的故事 但改变传统产业格局的同时 也有一个现象 很值得关注 苹果涨价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媒体 和消费者 都在抱怨 高涨的苹果价格 苹果一夜之间被重视到了 宛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必需品一般 如今 苹果丰收了 但一路下滑的价格 却并没有引起 全社会的热议 一年欠收就涨价 一年丰收就滞销 如此这般最终动摇的是 生产的源头 农产品生产的源头部闻 最终导致的 还是消费市场上 产品价格的不断波动 因此平易价格需要大家的努力 而帮助过农 度过眼下滞销的难关 更需要大家的智慧 和全社会的资源 多方努力 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的创收 真正稳定农产品的价格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